两人如常回到宴会上 一直等到宴会结束 董妃将所有客人都送走 才冷着脸吩咐道 来人 请公主回去休息 宁儿和暖儿跟我来 慕红雪疑惑地看着欧阳暖 欧阳暖对他点点头 轻声道 你先回去吧 慕红雪点头道 我明天再去找你 董妃的目光已经带了愿毒 慕红雪不敢停留 静止走了 所有人都到了花厅 董妃命令身旁的妈妈 捧出一个托盘 她冷冷望着炎花蕊道 这件事 我已经向太子禀报过 她说 她说 燕花蕊抬起头 目中充满稀迹 一切任由燕王府处置 董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完 目光冷峻地扫过欧阳暖 欧阳暖 微微一笑道 不知 娘娘要如何处置 严小姐 董妃对 一旁的妈妈点了点头 于是 托盘上丝绸被掀开 露出里面的三样东西 放着红彤彤的托盘 燕花蕊好像这个时候才醒过神来 她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面无人色 派子说 燕小姐是送给明郡王的人 居然做出这种丑事 她不想再看到你 这三样东西 你自己选一样吧 托盘上放着一把匕首 一碗毒酒 还有一条白铃 欧阳暖皱起眉头 这是萧衍的意思 还是董妃的意思 燕花蕊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这样严重 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刚才还以为萧衍会为自己做主 逼着燕王府给出一个交代 谁知道萧衍竟然放弃了她 在场的人 没有谁比欧阳暖更了解萧衍 一旦别人对她没有用了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燕花蕊原本是她用来对付自己的美人计 一旦变成让她难堪的人 一定会被除掉 燕花蕊私声道 不 我不信 我要见太子 我要见太子 事到如今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燕花蕊在世上彻底消失 才能遮掩住今天发生的事 东妃笑道 燕小姐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忽然 会连累整个燕王府的声誉 你要怨 就怨你命太苦吧 孙柔宁紧张地拉住欧阳暖的手臂道 怎么办 你快说句话呀 欧阳暖微微一笑 轻声道 董妃娘娘 这事是不是要禀报一下王爷在做决定 这可是一条人命 若是太子殿下事后又后悔 咱们可担不及这干系啊 董妃狠狠看了欧阳暖一眼道 王爷事物繁忙 哪里顾得上这些小事 亲妈妈 还不动手 亲妈妈一愣 赶紧按着炎花蕊的脖子 就要把毒酒灌进去 炎花蕊尖叫一声 拼命挣扎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男子突然从门外扑了进来 亲妈妈拿酒的手一颤 杯里一半酒洒了出去 母妃 我愿意去袁小姐 我愿意负责 萧崇安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神气 在这一瞬间 欧阳暖看到董妃的面色 变得像雪花一样白 若非旁边有丫头搀扶住她 几乎要摔倒下去 这么精明强干的母亲 却生出一个不用脑子思考的儿子 今天这事 董妃若是处死了炎花蕊 事情纵然传扬出去 找不到当事人 也就没有多大杀伤力 但若炎花蕊还活着 萧崇安又不肯给她一个交代的话 那事情可真是个大麻烦 萧崇安若是知错了 就不该拦着董妃 就算她想要留下 炎花蕊的性命 也不该在这个时候冲进来 这只会让董妃怒火中烧 果然 听到董妃 从未有过的几眼利色 谁放三少爷出来的 一道声音在门外响起 是我 随后 众人看到萧崇华 大步从门外走来 行晕流水间 衣服戴起一阵滑光 东妃 崇安是个男人 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若是今天你处死了严小姐 崇安只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萧崇华的声音很郑重 欧阳暖看了她一眼 微微笑了 这是男人的考虑 宁可名誉受损 也要承担责任 而不是像董妃 宁愿斩草除根 也要永绝后患 母妃 请你放过她吧 萧崇安激动地说 额上青筋抱起 她的话音还未落 董妃便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你疯了吗 她什么身份 不过是一个下贱的礼物 怎么配得上你 萧崇安双眼放红丝 脖子上青筋凸起 大声叫嚷 你若是不让我娶了她 我就谁都不娶 一辈子做和尚 董妃整个人气得发抖 一口气上不来 恨不得冲上去 再给萧崇安一巴掌 她强行压抑住愤怒 嗓音嘶哑道 你 你难道为了这个女人 你要气死我吗 萧崇安却镇定下来 是我轻薄了她 总不能再害了她的性命 欧阳暖看着萧崇安 在心里对这个少年 另一眼看待了 他虽然坐视鲁莽 或许还对沐洪雪 存有爱慕之心 又一时糊涂 做出侵犯言花蕊的事 可她懂得承担责任 怜香惜玉 甚至不惜 为此反抗自己的母妃 要知道 从前的她 可是连一句大声的话 都不敢对董妃说的 这样才有点像 萧家男人的样子 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 跟在女人身后的废物 董妃被气得脸色苍白 突然间像老了十岁似的 脸上尽是疲惫 她望着儿子 已经没有办法再来 强硬的法子了 欧阳暖本来幸灾乐祸 看着这对母子彻底绝裂 可看到萧崇安 为了言花蕊的事 居然敢反抗董妃 她决定帮她一把 若事情是她轻薄了言花蕊 性质就很严重 但若两人是一尽钟情 情投意合 那就不一样了 最多被人说 萧崇安少年风流 言家小姐名誉 虽然会受点损伤 可毕竟没有性命之忧 欧阳暖眨了眨眼 悲笑着对萧崇华道 你瞧瞧三弟 喜欢言小姐就直说好了 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圈子 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呢 董妃闻言 气哼哼地看了眼欧阳暖 冷着声音道 郡王妃 你这是什么意思 萧崇华淡淡笑道 暖儿的意思 是燕王府该办喜事了 董妃愕然地看了眼欧阳暖 眼里的愤怒 慢慢被理智所取代 她冷静地分析起情势 将这件事变成一件风流运势 总比让别人知道 萧崇安轻薄女子要好 取了炎花蕊进门 也比被别人戳几两骨要好 想到这里 她眼中闪过嘲讽道 崇安 你既然喜欢言小姐 就应秉明了长辈才是 怎能私自 唉 事已至此 那就等你父王点头 邀个好日子 排了言小姐做姨娘吧